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 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 我想和你一起走出遍所有的星星 我想和你一起风看完所有的风景 每天都要想破题才想说今天到底要拍什么抖音 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地方 每天练习的方式应该就算 我不会每天一直拍啦 可是我每天都一定会一直滑抖音 也算是一种练习的方式 每天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在上面滑 爸妈一开始一定也会认为拍影片到底在干嘛 有所好闲的 可是拍到后面有一些心得的时候 父母也开始没有慢慢支持我所做的事情 见面会那个时候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原来当时候下大雨 有三分之二的粉丝都是临着临着跟着我 然后我一见到他们头都很湿的时候 就是心都会揪了一下 广告代言的话最近会比较多 因为透过抖音 然后抖音正在行 然后就有比较多 常常会透过抖音来找我们进行广告跟业配 然后有一些经营东西 也会透过抖音找到我们 不过都还在接下来找 对我来说抖音的意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它让很多粉丝朋友认识了我 我也藉由这个机会认识了很多朋友 技巧OK啊 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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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